希望工程是我們的願景和理想 也是我們為下一個階段 共同剝化的自國藍圖 站上投手秋 賴清德首度拋出政策主軸 國家希望工程 背後統籌者是他 兩年多來我在民間基金會 未來我也非常的願意 能夠持續的搭建平台 被稱為賴清德的林權 前文化部長鄭立軍當總舵手 主導三大系統收攏政策建言 一是黨中央智庫新境界基金會 二是由鄭立軍擔任董事長的 輕平台基金會 三則是來自賴清德副總統任內 就企業界固定舉辦的讀書會 蒐集意見 甚至有很多專家學者 那也包括行政部門 但大家其實都一起在這個眼裡 下一個階段的所謂願景希望工程 總統賽團隊準備端出一盤盤好菜 近期包括鄭立軍 新境界智庫執行長陳東升 考試院秘書長劉建興 前政委黃志達 黨副秘書長楊一山 以及賴辦核心幕僚及文稿幕僚等 各路好手密集開會 地點就選在鄭立軍的 輕平台基金會 貫穿經濟能源教育社福等政見 要提出對不同領域 世代族群有希望感的政策藍圖 把不同的這一個平台或者是研究的研究政策的團體 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我相信對戰力會更加有所作用 對及時廣益也會有所幫助 目前相關的政策都還在最後的討論階段 之後會選擇核式產核 陸陸續續提出我們的政策理念 也說明未來的執政方向 要擺脫支持度陷入停擺旗 賴政英廣納各方招式 立拼下半場拉開比數 進行的立體馬桿草報道 立刻下載進行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